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所有派主要为大家提供的 知乎企业品牌推广教程 这第三课了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一个品牌在知乎上 是如何推广和曝光自己的产品 讲的具体点就是 你的产品会在知乎上 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然后呢 我们上节课跟大家分析了一些 这个用户群体的这个颜色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 然后呢 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 知乎推广团队 之前帮一个葡萄酒品牌 做的一个数据调研和服务 这我们的服务 然后呢 给大家分析几个 这个酒类 或者说你的其他品牌 在知乎上的 一些曝光的可能性 那像我们这个用到 是章语葡萄酒 这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 然后呢 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在知乎上 搜索葡萄酒 这直接就搜索葡萄酒嘛 首先第一点 这里是自动提示 像这些问题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如果说作为一个葡萄酒品牌 或者说你是其他的 比如说你其他 什么洗衣机 什么做如此类的一些产品 你能把这些问题的 下面的精华提问都回答了 那你的包装度就非常强 这也是我们 帮客户去做知乎单云 总会最关注的一点之一 就是把这些优质问题 全部都回答完了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一个问题都不选 这首葡萄酒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知乎他的搜索结果页面 注意啊 这是搜索结果页面 搜索结果页面 所有的持续在标题中 你看看他会出现葡萄酒的关键字啊 甚至红酒他也会猫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那红酒其实也是葡萄酒嘛 然后这里有很多赞同数和评论数 大家注意看这个指标 我这里慢慢往下看 这里有知乎live啊 知乎live 然后呢 有帖子啊 有怎么够葡萄酒啊 怎么选够葡萄酒 然后有杂志文章啊 这种有这种小朋友提的呢 这知乎 平台官方的一些资料 但是呢 除了这以外呢 你看他也有这个 帖子啊 酱油此类的一些 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 几百元的方式能不能喝吗 我们点开看一下 然后你看这点赞数有73 有11 啊有100 啊点赞数 然后也点赞数93 有视频 最近也出也有人出视频了 就知乎上也可以出现长视频 这个视频呢 他有一分二十秒 那看到这里 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点了嘛 就是在知乎上嘛 他基于某个词的问题 的内容形式有非常多种 你发现没有 像短视频平台 他所有的东西 他只有一种形式 就是短视频 但是这里又有文章啊 又有 又有帖子 又有视频 然后又有讨论 这视频我就不点开了 因为你点开才有声音 但你知道他这个视频就行了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 而且这个问题 其实挺有意思的 像我自己 我都很想知道 它是不是好喝 或者说能不能喝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人在问 巴拉巴拉来问 然后呢 注意看这个数据啊 有很多人给这问题点了赞 点了赞 然后有 有官司的问题就有人 五三个评论 那评论其实没什么用 主要是回答 有690个人回答这个问题 这其中一个问题啊 然后呢 这里就巴拉巴 写了很多话 然后这里有 这个可以放链接 这知乎很重要的一点 这猪本身是可以放链接的 然后 当然这个链接是知乎 自己问题的链接 注意看 点这个之后会跳转到 知乎很像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链接其实可以放外链 但是你不要乱用 你放太多外链之后 你就可以 你就可能会被封啊 然后写了很多件官 就非常专业的这种 这种酒类评论的文章 这我就不打开讲 因为这个都是 并不是没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 我就告诉你说在知乎上 他有很多人啊 还有图文结合 会基于 就是很多呢 这种就是 跳转到天猫了 还有没有 天猫 这个链接 我也不点开了 那我给点开一下也行 然后就告诉你 哦可以跳转啊 跳转你去看 然后这个人点之后 他可以分拥的 你可以看到 就跳到这个 就这个 任劫中 然后呢 呃说回来啊 就是 这里这另外一个 问问题 他也是一个 呃回答 回答为主的问题 注意看 他这回 他但是他 他只有29个 呃答案 然后呢 像这个东西 像这一个 像这个页面 是我收出来的 他是 有了 或者我们这个章鱼 这个名字啊 注意看 他这一篇一篇文章 啊 最后也有很多 这种跳转的链接 这种就是直接跳转到 弯链跳到京东的 这种呢 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什么意思呢 那我先回到我们 这个教案中 这里来 像我们直接搜啊 我们直接搜 这个通用的酒类的产品 就产品类型 你会有很多帖子 但如果说我们直接搜 品牌名的话呢 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知识 像刚才这款 这个帖子 是我前面搜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葡萄酒推荐 像其实我之前 收的葡萄酒 这个这个词下面 我往下看 我给你看一下 往下看 看到这里 在这个这个地 有一百个赞同 这个铁上面 才会出现了 张玉这个 这个品牌名 发现没有 当然他也会出现 其他品牌名 但是因为他 就是比较公平嘛 比较有失偏颇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 这个词 这个产品名 跟品牌名 就已经在 知识上挂钩 就非常棒 然后点击去看之后 他确实就是这篇文章 就会有很多的 这个 一些不同品牌的 什么分析 诸如此类 这样子的东西 这很棒 这种就是一个 品牌曝光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搜这个词 你能理解吗 你搜你的产品名字 然后你的品牌名 会出现 那作为一个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葡萄酒小白 我看哦 原来这个葡萄酒 它就有这么多品牌 那张玉是其中一个 那张玉确实性还OK的 它是可以跟这人放在一起的 大概这么一 这么一回事的感觉 这个品牌的一个 叫做Brand Awareness 品牌认识度的时候 包装肚子类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自己直接搜索 直接搜索 品牌名的话 那就更加 你可以看到没有 就更加精准了 像我前面讲的第一点 就是它这个自动补权的 它这个你一定要 是作为品牌名 别人有关于你品牌的 这个所有问题 尽量全部的回答一遍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提到你包装度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植物上又有很多人 基于这个品牌名去讨论 那你可以看到 什么等级 又有这个视频 然后又图片 文字 这里就不易点开来看了 然后呢 基于这一点 大家可以回到我们这里来看 就是 它在这个问题中 首先你要回答相关的问题 前面已经反复讲了这一点了 你要在植物上回答问题 这是非常劳累 非常繁琐的一个事情 而且要做好数据分析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知乎单元团团 会帮客户做这个分析 跟编撰优质的文案 这是我们的服务项目之一 然后呢 找件问题之后 你要去发布一些正向的这个文章 种草文 你可以自己发 你也可以找一些那种 大V或者说素人来帮你种草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 你一个账号就发完了 你要多个账号去鼓动大家 特别是那些网绘官大V 帮他们自己 就是让他们帮你主动发 发完之后呢 你的帖子就会在一些重要的 或者说高占高关注的问题下面 会出现在 比较高的排名的地方 能理解吗 就是什么叫知乎营销 很多企业 很多企业的品牌的市场运营部人员 觉得 所谓的知乎营销 就是用自己的公司注册一个 知乎的账号 然后去发帖 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是非常粗浅的一个理解 你要去鼓动大家去进行讨论 然后不同的账号 在不同的这个问题下 相关问题下去回答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像这几个不同的帖子 你看到这个排名首页的人 名字都不一样 都不是 当然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人 并不是说 这个品牌下的一些小号 并不是 只是说我们有合作关系 然后跟这些红人 去跟他去对接这样子 然后让他们去发帖 发个高质量帖 然后提到这个张玉的这个品牌而已 是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呢 最后的一点就是 我们会下一节会讲一下 这个知乎广告怎么投放 然后这一节课 我们主要讲的知乎自然流 大家如果说还不能理解的话 仿佛看这视频 因为我们 其实都是我们帮客户去做这个运营推广 中很多知识的总结 然后我们也把 基本上把所有 你可以看到的知乎类型都分析了一遍 那关最后拍周海 如果说你想做知乎推广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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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